近日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在北京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美两国是利益攸关者 合作利大于弊 美国应该和中国合作 共同做大蛋糕 而不是打压限制中国 长期研究国际贸易议题的王辉耀指出 双方合作利大于弊 中美建交40年来 美国企业对华投资获益颇丰 目前美国有7万家企业投资中国 每年收入达7000亿美元 中美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作为全球的经济发展的助推的最大的两个引擎来讲的话 就像一个波音飞机 有两个引擎 一个都不能熄火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引擎熄火了 那么其他各种马达里边的各种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中美要成为利益攸关方 中美确实在全球化的大海上我们是同桌共挤的 王辉耀说 中美两国加强沟通 寻找更多共同利益 也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 恐怖主义等共同挑战 王辉耀表示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成果并非中国独享 中国的发展是汇集全人类的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还在进一步向外国企业开放市场 中国人不怕竞争 市场准入 进一步的扩大 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对于当前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不断下降 王辉耀认为 美国正确的应对之道应该是和中国合作 调起贸易摩擦 损人不利己 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跟中国合作起来 做大的蛋糕 一起来和平地过渡到全球价值链的时代 而不是采取的就是说把你打压 或者说把你限制 如果说美国打压中国 那么首先美国受到影响 大量的美国企业现在依赖中国的市场 对吧 你像苹果是 中国是苹果第二大市场 王辉耀还表示 应对贸易摩擦 中国可在更大程度上挖掘内需 培育本土消费市场 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 并通过积极参与多边治理 赢得更多国际支持